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因為時間上不是很夠,所以我先講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其實下面這裡 還有一個跟Photoshop做的結合 因為Photoshop本身也有3D 所以比如說,你看 我做了一個狗狗的,有沒有 狗狗的這樣子 這個呢,可以變成立體的 變成立體的 然後我就把它放到我們的3D站 你看 狗狗也可以打動嘛 對不對 這樣打一個洞放進來,可以吧 不一樣的感覺 好,不一樣的感覺 其實就是把狗狗的那個圖 我們匯入 水龍3D的時候,可能剛各位沒有特別注意 我們在這邊匯進來,匯入家具 不是把 模型就叫進來嗎? 但是呢,如果你是屬於什麼 你看我們在這邊 如果你是屬於那種 我看一下這裡 模型 好,這裡 好,假設Apple好了 OBJ 開啟 看一看沒問題 如果你是屬於要當牆壁的 有沒有發現這裡可以勾一個 門後窗可貫穿的 我剛剛那個就是拿勾起來而已 所以我只要把它放進來 就跟我們一般的門窗一樣 自動打洞 這樣了解嗎? 門窗不是放進去就自動打洞了嗎? 牆壁就自動打洞了 那個概念 好 那甚至它也有樓梯 對的 剛剛做了兩層樓 沒有做樓梯怎麼上去 他樓梯也是很聰明 會自動接起來 然後就是把洞打開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樓梯不用再挖一個洞 這個要做樓梯的開口 你只要放上去就好了 好 那這個是我們補充一下 那剛剛還有一個那個樓中樓的 我順便跟各位補充一下 如果你要的是樓中樓 以我們這個範例來講 以這個範例來講 你要樓中樓的話 我們是不是按右鍵 也有個增加樓層 下面是不是有樓中樓 按了之後 你會發現 它的圖好像跟我們一般樓層有一點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前面有多一個這個 表示這裡是樓中樓 但是 增加了之後好像也沒有看到 沒有關係 你看一下 點兩下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它預設的所謂的高層是零 高度是零 也就從零開始計算 所以你如果沒有特別做設定 跟你一般的樓層看起來都一樣 那以我們現在來講 假設 我的一個樓高的話 一個樓高 預設是250公分嘛 那麼 如果是樓中樓 我可能就是從哪裡 180公分開始計算 對不對 比較高一點點 挑高的地方在做 按下確定 這個時候呢 我如果在裡面畫的地板 在裡面畫的那些 所謂的什麼 那個 墻體 你看一下 好 我們看下面 請問有沒有跑出來 有沒有看到上面一層的 這個 OK 因為我現在只畫地板 有沒有在這裡 180公分高 所以 樓中樓還可以做什麼 做我們一般在那個 我們講的那管道間 比如說我們那個空調啊 我 紅共啊 那個 畫管管道間就像這樣畫 你就不用說我再多一個樓層 然後很低 然後做管道間 以前沒有這個功能是 要多增加一個 一般樓層 但是高度變軟 當作是 二樓就當作是 管道間這樣 那現在就不用 就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有沒有問題 了解了 所以我們盡量把一些 可能 我們 沒有 講的部分 稍微再提一下 那 其實裡面還有那個斜屋頂啊 我想可能 時間上比較不夠 就 各位回去的話 有興趣再看一看 好不好 因為其實我們上面還有蠻多資料 那麼 各位呢 平常如果你在用 City Home有一些問題 我有把它整理起來 比較常見的 我都把它整理起來 比如說怎麼樣 繪度模型啊 然後呢 剛剛還有一個 怎麼樣取消 就是自動吸附的功能 因為平常我們在用自動3D 它會有一個自動吸附的功能 什麼叫自動吸附呢 當我把 這個不管是模型還是那個 我把它丟進來 你看比如說我把 樓梯好了 我們剛剛沒有看到樓梯嘛 樓梯 我如果丟進來 丟在這邊 有沒有它會自動接起來 跑到上面去 這個太高了 等一下 我把它放到另外 這個我把它縮小一下 沒有人規定一定要 你看這裡有沒有自動吸附的問題 有對不對 會自己亂跳 你可以在哪裡取消 從這邊 檔案裡面有個參數設定 有一個 自動吸附 自動吸附有沒有有起用 你可以把它關掉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做一些微調 比如說我就很調很細的 有沒有這樣我就不會亂跑了 這樣了解什麼叫做自動吸附了 好 那這個樓梯呢 就像這樣 你就把它放進來 但是 要放在這一樓 這樣才會接上來 這樣接上來 好 看一下囉 有沒有它有沒有自動接到這個上面 自動接到這個上面來 這個 反正它會自動把你打動就對了 樓梯也會自動打動 這樣OK嗎 可以喔 動畫的部分是在這邊 在這裡 等一下我錄另外一段